满满一桌山珍海味 民众口水直流 准备大快朵银 没想到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一名男子冲上前接应 竟然送来一只美味的烤全羊 这一幕浮夸的外送桥段 立刻令中国网友炸锅 开直升机送烤全羊 可是直升机上面竟贴着红十四的标志 难道是红十字会的吗 中国媒体报道 抖音名称为雅歌的账号 近期公布一段影片 一架贴着中国红十字会标志的直升机 竟然变成私人外送工具 当事人还在留言区表示 只要来找他吃烤全羊 都能获得这般待遇 有网友很酸 要不要下次干脆派F16外送 还有人认为红十字会公器私用 民众的爱心捐款全被糟蹋 那天有一个应急演练 叫红十字应急演练 飞机是我个人的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个人的 包括油都是我们自己家 雅歌本人亲上火线澄清 曾开着自己的直升机 参与红十字会演练 只是结束后忘记把贴纸撕下 不过网络讨论众说纷鱼 韩一度传出是内部派遣工 窃取钥匙偷开直升机 最后惨遭开除 中国红十字会最后也出面辟谣 称直升机并不属于协会 也已经向造成误会的当事人 给予劝说和警告 官方紧急灭火却无法交袭外界质疑 事实上过去就曾发生自称是中国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女性 在网络上分享奢华生活 善款资金流向不明 如今又爆出疑似红十字会的直升机 被拿来用作私人聚会玩乐 让早已黑历史不断的 中国红十字会再添丑闻 三天新闻新台好报道